你们知道那栋楼是哪里吗 我身后呢就是洛杉矶市的第二高楼 US Bank Tower 美国合纵银行大楼 我想这期视频你们应该期待很久了 只要这期视频点赞到五万 下一期呢 我就带你去洛杉矶最高的餐厅 71层的餐厅去改善一下货席 啾啾呢 一向是言出必行 那今天这一期呢 我就是来还原 这座大楼呢 是美国合纵银行的资产 这座大楼对拍摄呢 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 之前呢有一些美国大部组过来拍摄呢 都被严重警告过 不过呢 如果一会儿真的不让拍的话 我可能就要亮出我的身份了 什么身份呀 帅小伙 那估计腿得打骨折 我和你赌两个币 一会儿看看我这张脸管不管用 我们现在呢 已经来到了这个餐厅的正下方 走我们现在先把车停好 一会儿呢上楼看看 到底这个餐厅长什么样 10块的停车费 走 在71楼 我们现在到lobby 到lobby之后呢 他们会有个专门的地方 我们送到楼上的餐厅 我们要去餐厅 71楼 你能不能拍摄 你能拍摄 它这个电梯很复杂 我们要坐两次 第一次呢先要到54楼 到了54楼之后呢 还要换另外一个电梯 它的电梯是两层次的 所以我们先去54楼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楼层 餐厅里面 这么复杂 我复杂 啊 吃个饭这么复杂吗 我们今天来的这家餐厅呢叫做 71楼 在71层之上 现在呢我的正前方 就是一览无余的洛杉矶的美景 我甚至能从这儿直接看到我的正下方的斯坦普斯球场 我既然能看见科比老大就坐在我的正前方正拍着篮球 今天的晚餐的菜单是走的套餐形式 一共有三道菜 每个人的价钱是多少钱呢 起步价是82块 另外呢还能配一个48块钱的红酒套餐 不过呢因为啾啾本人呢不太喝酒 所以我们今天这顿晚饭还省了不少钱 所以呢最后今天一个人的单价就是82块 这是我们今天来的第一道前菜 这个是Yellowfin就是黄芪金枪鱼 上面配的这个是木鼠 木鼠呢是一种非常接近于土豆的一种植物 但是它比土豆要更juicy一些 作为一道开胃前菜呢 我觉得这道黄芪金枪鱼呢 真的是非常的爽 适合吃点的这份呢是Octopus 就是章鱼 这是一条完整的章鱼须 配了一条小的章鱼须 配的这个是牛油果酱 来蘸蘸酱啊 我的那份前菜呢看过去会更清爽一些 但是摄像是这一份呢我感觉相对来说 就要更重口感 尝一口看它味道什么 章鱼稍微有点老 它把牛油果酱和东西斯辣酱混合了之后呢 口味会更重口 然后有一点点偏辣 所以作为前菜来讲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重口 今天的这两份前菜呢 我更喜欢我的那一道Yellowfin 我更喜欢这种比较清淡口味的前菜多一些 怎么样 你觉得你这道前菜好吃吗 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你旁边那些小狗很好看 超级可爱 哈哈 主菜部分呢我点的是烤鸡 旁边配的是杏鲍菇还有鲁笋 用来摆盘的部分呢 这个黑色的部分呢 是北美的一种特产水果 叫做月渠 烤鸡的部分呢 选用的是鸡的鸡胸肉 说实话有一点点便宜 甚至呢我感觉它的口感 还不如我们平常吃到的炸鸡 来的那么的软嫩多汁 讲句实话 这道烤鸡稍微有一点点让我们失望 尤其是它这个价钱呢 我觉得相对于它的一个质量来说 真的有点点偏贵 这个是摄像师点的花椰菜 一道全素的主菜 分量超级大 这个叫罗马花椰菜 这种菜呢在我们国内说实话 好像比较少见 是一种非常绿的花椰菜 叫罗马花椰菜 他们给这道花椰菜呢 配了一道叫做葡萄干泥的一种酱汁 口味上有一点酸酸甜甜的感觉 作为一个肉食爱好者 这道菜我稍微尝了两口 我感觉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好吃 就还可以 不会有一种高级餐厅带给你的那种 那种伤心悦目的感觉 它取而代真的是一种 感觉跟它这个风景相比的 它的菜的质量呢 嗯 如果说风景是十分的话 那他们家的菜的质量 我顶多只能给打一个七分 就普普通通吧 风景一百分 菜及格线吧 刚过 我还是想吃完吃炸鸡 嗯 甜点还不错 看过去像是鸡蛋的部分 它是用草莓做的冰沙 下面那个部分呢 有点像早上吃的那个早点 就是cereal的感觉 啊 甜菜还不错 主菜非常意外 甜点还不错 在最后的时候做了 做了一点挽回 没有彻底拉 税后加那小费 总价是211块9 我们从楼上下来之后呢 整个洛杉矶的天都已经黑了 说实话呢 这顿饭虽然说美食的部分呢 并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但是也并没有感觉不值当 因为美食固然重要 但是美景呢也不可或缺 尤其是看到你身边的人吃的 比你还要开心 那这顿饭就真的值得了 好 我是周小中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记得一定要给我们点个赞 因为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报仇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